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勒赛金 终于 美股盈利格局出现了变化 在这经营第二季美国公司财报季的激进尾声 长期以来被科技巨头所主导的美股盈利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盈利面开始扩散 增长开始扩散 过去几个季度 科技行业七巨头的盈利增长 也只是推动标准指数上涨的主要动力 但是最新数据显示 排除这七大科技巨头后 标准指数中 其他公司股票的二季度盈利 有望实现自2002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首次增长 数据显示 剃除七巨头的标准指数成分股 其第二季度利润预计同比增长7.4% 这是连续五个季度下滑后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不过 今年这种现象可能只是断断续续的出现 而且这里面存在一定的假象 这里的假象是指 为了达到盈利目标 这些公司采取了降低成本的措施 也就是说 公司的利润看起来不错 但那是因为他们是省钱 而不是因为他们赚得多 但是无论如何 从数据上来看 企业对未来三个月的盈利表现更加有信心 这通常是一个积极的市场信号 而下周的财报或许是这种趋势的延续 必须说 这种更广泛的盈利增长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 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几只科技股 从而使市场更加平衡 这里的重点是 投资者正密切关注加大宝 沃尔玛和Target等零售巨头的财报数据 因为它能直接反映出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情况 另外 英伟大也将于本月28日公布财报 在市场猜测9月会不会降息50个基点的同时 美联储官员顺引潮流 望出快要降息的风声 包括前美国财长萨姆斯表示 9月降息50个基点可能是合适的 和他之前更应派的观点相比 这种立场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在这之前 萨姆斯今年一直呼吁美联储 下一步应加息而非降息 萨姆斯还警告 不要让美国总统干预货币政策 让政客参与进来是愚蠢的游戏 最终结果是更高的通胀和更弱的经济 此外 萨姆斯还建议美国证监会和交易所 调查周一VX飙升背后的流动性缺失问题 市场经历了恐慌性波动的一周 但是波动很快得到了缓解 一个叙事逐渐浮现 因为市场在周初如此紧张 主要反映了强制性买出 一旦投资者喘口气 这种紧张可能会减轻 接下来的一周 投资者将焦点转向经济数据 其中包括美国7月CPI消费者通胀数据 和所称恐怖数据的零售销售数据 以及美国8月密西哥大学 消费者信息指数的初值 美国7月CPI数据将于下周四公布 或释放较为复杂的通胀信号 富尔街预计 7月份核心CPI同比涨幅 预计较6月份下行0.1个百分点至3.2 希望创下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记录 然而环比涨幅或从前面的0.1%反弹至0.2 整体CPI同比涨幅预计绩维持在3% 为2024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环比上涨0.2% 6月下降0.1% 这是美联储下一次利率决议前 公布的倒数第二份CPI报告 核心通胀下行 或增强美联储对降息的信息 美联储主席鲍娃尔此前称 最快价在9月份降息 在此之前 美联储将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8月飞浓和CPI数据上 而早一天 公布的PPI数据可能会释放更多的利好信号 7月PPI环比涨幅预计维持在0.2%的水平 核心PPI环比涨幅预计从6月的04%下降至0.2% 正如初勤税金人数在周四引发大幅反弹所时 当前市场对于数据与其敏感 这种强烈的反应也表明市场情绪依然脆弱 这也给下周的一系列数据带来了不对程风险 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令人失望 对硬着陆的担忧可能很容易再次成为焦点 美国CPI数据 零售销售和消费者新鲜指数将受到密切关注 特别是若消费者支出和新鲜数据不及预期 可能会引发市场对于经济放缓的担忧 再来看央行动态方面 美联储大佬继续轮番登台 要讨论到联制主席博斯迪克 圣任努伊斯联制主席莫萨莱姆 费成联制主席哈克发表讲话 投资者正等待进一步线索 以判断美国9月可能降息的幅度 上周美联储官员们的讲话 反映出美联储极不可能在会议之间降息 降息预期持续回落 要是显示 近5分之4的经济局战预测 9月美联储会降息25基点 并非像一些华尔街大航呼吁的那样 更大幅度的降息 下周 英国经济数据尤其密集 包括就有数据 通胀数据 由于市场押注英国央行进一步降息 英方可能会继续沉压 英国面临的是另一头黑犀牛 信息 英国因一系列暴乱事件 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数千名反移民主义抗议者 在英国各地集会 并与反种族主义抗议者紧张对峙 暴乱的背后是积怨已久 对边缘化的工人阶级 对治安执法现象的不满 警方被指在处理不同社区的违法行为 是存在双重标准 尤其在应对穆斯林社区的犯罪时 表现出软弱 社会不满情绪被加剧 伦敦的市场就许个穆斯林 多种族多民族融合在一起 有相互成就的一面 但是不可避免的 因信仰 风俗 习惯而引发激烈的摩擦 今年已有超1.3万名非法移民 穿越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国 创四年来的新高 英国社会似乎正在经历一场 前所未有的裂变 英国开始加码献言论 全面采取分锁资讯手段 警告民众不要在社交媒体 分享骚乱相关信息 政府还表示 乱世要用重点 攻心才是上策 将先建500多的监狱 以确保参与暴力活动的人 能被关进监狱 在过去的一周内 779名与骚乱有关的人被逮捕 其中349人受到了指控 随后或迅速被判刑 最高刑期为3年 早体来看 此次暴乱的背后 折射出的是长期以来 英国的生存次的问题 社会分裂 移民危机 周园文化冲突 跨国社交媒体平台监管难 等等 好消息是 这次应该能最终成功平息抗议 但是新的抗议将来还会发生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奥运 今天巴黎奥运会落下了帷幕 随着美国女兰在决赛 以一分之差险胜法国 为美国拿下了第40金 最终力压中国 连续四届奥运会成为总冠决 但是背后是中国 从一个无名小卒 崛起成为美国在奥运会上的 主要竞争对手 40年前 中国还从未在现代奥运会上 获得过奖牌 中国的首枚奖牌 是在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上获得的 20多年后 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中国赢到了48枚竞牌 而美国获得了36枚竞牌 而下载奥运将回到美国主场 美国智库深入探讨了 美国和中国在五个核心领域的竞争 包括经济 技术 军事 外交和意识形态 正如传统的奥林匹克宣言 所示的那样 更高 更快 更强 奥运会的本质 事关民族自豪感 是意识形态核心领域中的重要一环 竞技体育就是大国竞争缩影 巴黎奥运只是开始 这是第一次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举办的奥运会 这是一场系统性的博弈 包括兴奋剂在内 赛场内外的跟体育技术相关或者是无关的 舆论上 认知层面甚至是国家情报机关都会下场 这次奥运有两大焦点 一个是兴奋剂背后的博弈 其实是国家级医学要起的博弈 这次有意思的是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掐起来了 据路透社报料 美国利用违规运动员当卧底 包括对手中更有名气的运动员 来自更上层更有组织的兴奋剂活动 虽然合规合法 因为在美国执法领域 转化卧点证人 让卧底来打掉整个组织的办法 算是个老传统了 但却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陷入了被动 还有一个焦点就是性别争议选手问题 巴林奥运全机风波不断 性别争议引起了全球化人 国际全协再次发文控诉奥委会 指责他们为了权力斗争 护视女拳机选手的生命健康安全 以及正当权益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有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用魔法打背魔法 如果这个世界不只有两个性别 那么继续用男女区分人类 是对这些分不清楚性别的人的歧视 应该单列一个或者多个分类 让这些人去参赛 如果把这些人放到男性组别 是对这些人的歧视 同样把这些人放到女性组别 更是对女性的歧视甚至是霸凌 这样每个组别都可以愉快地比赛 可以各显神通 多拿几块奖牌 大家皆大欢喜嘛 最后 开幕式上 法国人的整合能力绝对是一流的 几乎以一己之力得罪了整个世界 不过开幕式也给人留下了许多感动的瞬间 斯林迪奥在爱菲尔铁塔的亲情献唱成为了经典 并不是名为记录 化身为一个宏大的音乐殿堂 共同呈现一场试听试念 我个人在巴黎待了五天 看了田径 乒乓 篮球等数场比赛 总的来说 巴黎这次给我的印象还不错 有非常多非常热情的志愿者 非常多而且客气的警察 乞讨基本杜绝 和网上一些自媒体爆料的大不相同 希望这股风能够维持 那就祝巴黎加油 法国加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最后祝大家下周投资胜利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赢与我工作时光 希望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